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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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回家看看 这封满 再诚意的信件 由中央辗转香港 最终发到了台湾蒋介石的居住地点 蒋介石的年纪也不小了 思念故土的情怀 一点也不比国民党那些老革命将领少 所以 这封信件阅读后 蒋介石还是有所心动的 为了了解到实际情况 蒋介石决定派人前去大陆打探消息 宋仪山从海外归来 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宋仪山带着蒋介石的嘱托 以回大陆祭祖为理由 飞回了家乡 并受到周董理的接见 周董理如信件中所说的一样 将请求台湾回归的条件再一次复述 这时也有媒体发声 如果蒋介石同意台湾回归大陆 他会担任什么职位 周董理这样回答 蒋介石的贡献也是国家有目共睹的 他若肯归来 职务不仅仅是各国物人用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